运行债主来找修行人的麻烦 那是什么原因 你假修行不是真的 他根本就瞧不起你 他来找你麻烦 是什么一种事情 你做的叫他佩服 他怎么会找你麻烦 你怪谁 不能怪别人 都怪自己 是网绳经里面 佛爷 若有众生 念阿弥陀佛 愿往生者 彼佛 几千二十五菩萨 拥护行者 若行若做 若住若物 若咒若业 一切时一切出 不令恶鬼恶神的其变野 这个你想不相信 彼佛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派二十五位菩萨 三规一的时候是三十六位 互发神 二十五是讲五戒 你真正受持五戒 有二十五互戒神 那所以 叙事经生的冤情债主 都不会 来找你麻烦 你真正修复 他虽然对你有仇恨 他没有办法保护 他真看到你真修行 他知道你有成就 你成就的时候 对他一定有利益 一定超度他 一定帮助他 冤情债主来找修行人的麻烦 那是什么原因 你假修行不是真的 他根本就瞧不起你 他能找你麻烦 是什么一种事情 你做的叫他佩服 他怎么会找你麻烦 你怪谁 不能怪别人 都怪自己 我自己真的是如法的话 这冤情债主都恭敬 他知道他能够获得泄脱 他跟你有缘 佛度有缘人 这个缘 不论是善缘是卧缘 总有缘就能得度 我们学佛的人 每一天在自己念佛堂 都会供一个冤情债主的牌位 这没忘记他们呢 不管认不认识 这一生当中也许能记得 过去生中就记不得了 我们供的这个牌位是 虚实今生 通通通都对我 真修行的真佩服 真生欢喜心 他不找麻烦 他来护持你 希望你早一天成就 他早一天得度 所以 人通辞心 心通辞理 佛在经上讲的 决定不是妄语 下面再看 又 熟了眼睛 大势至菩萨 念佛语言通章 云 经于此节 是念佛人 归于进土 这是大师之菩萨 在这个 《楠言经》里面所说的 这一章经文不长 总共只有两百四十四个字 就是大师之菩萨 念佛语言通 这一段 这一段 应光大死 我想现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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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佛同学 很多人都知道 啊 应光大死 是 西方大师之菩萨 再来的 观音实质 过去深重 没有成佛之前 他们都是 苏婆世界人 也就是说 跟我们是同乡 他们生到极乐世界了 现在 现在是菩萨当中 是 是 像班长一样的 啊 领导菩萨们 帮助 阿弥陀佛 教化众生 啊 那这苏婆世界 是他们的家乡 也就特别照顾了 啊 所以他 时时到这个世界 啊 真的 像前面所说的 一切时 一切处 那你一念他 他就先起 他教导我们 念佛的方法 是最正确的 是最 简单的 最稳当的 最可靠的 方法 都是六根 经念相机 八个词啊 一佛念佛 现前到来 必定见佛 这个句子 这样的肯定 一丝毫怀疑 都没有 心里面 常常想着佛 口里面 常常念着佛 啊 现前 你就能见佛 一切法 重新相生 啊 当来是 深到西方 基督世界 天天跟阿弥陀佛 在一起 跟祝福如来 跟祝福如来 跟祝大菩萨 在一起学习 这个环境 到哪里去找 西方基督世界 好像是 一所佛教大学 一切祝福 在他们 教化 领域之内 把上中下三根的 这些众生 全部都 保送到西方 基督世界 圣加佛 也不例外 只有上上根人 他们到 化脏世界 所以极乐世界 无比殊胜 壮严 我们要相信 一丝毫怀疑 都不能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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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